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经过了很多很多个版本的更新小改动之后 这个咱们就不详细的说了 然后使得法系露娜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咱们就通过这期视频的前面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枯燥无聊的对线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露娜的一个改变 这个版本露娜主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三技能 月之祝福这个技能 它首先过去过去这个技能 它就是一个攻击光环跟一个视野光环嘛 在夜晚能够提供一个 就是说不是不是在里面 就是全程能够给附近的队友提供一定的攻击力 然后在夜晚有一个额外的视野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现在新版本呢 723改成这样子了 就是能够给1200范围内的队友 提供1015 20 25的攻击力的提升 和1015 20 25的护甲的提升 然后同时能提供一定夜晚视野 简单是稍微稍微的削弱了一下 前期对线的一个实力 因为在前期 我不停的讲在前期百分比的这种东西 它其实不是特别强的对不对 然后呢 加的攻击力可能不如过去高 因为过去是固定攻击嘛 然后现在是加百分比 也就是说使得它在中后期的这个物理 物理输入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然后使得自己的护甲和队友的护甲 队友的攻击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等于说这个团队型的一个 光环型的一个技能 然后 但是这个不重要 跟今天的东西都不重要 咱们主要来讲天赋 主要天赋 主要来咱们看看核心技能 月光 这个技能 它有6秒的CD 本来是6秒的CD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伤害是75 150 225和300 浩兰是90 100 110 其实这个技能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 单体指向性的伤害技能了 对不对 6秒CD 300的 这个魔化伤害 其实就已经很出色了 如果你再配合一些魔法增伤啊 有一些智力的成长啊 然后这个技能 其实打到后面的 收出其实挺高的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天赋 主要是天赋的更改 使得法系的路纳慢慢浮出水面了 第一个就是10级 左侧的这个 加400试法距离 本来这个技能 你看这个试法距离 又已经很大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初始 不加天赋就已经很大了 如果10级加个左侧 400试法距离的话 这个试法距离真的是 超视剧的 尤其是在夜晚 比敌人都看不到你在哪儿 你就可以用月光去照敌人 尤其是在配合一些 这个版本的大野掉落 比如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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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不是有一个 叫什么来着 这个对 这个基因镜片 就是能加75的试法 也不是说 你再狠一点出一个那个 仪态之镜 然后又能加200多的 所以说他这个 甚至在白天 有的时候视野不太 不太顺畅的地方 敌人也看不见 你就可以一直用月光去照他 然后在第二层天赋的时候 有一个减4秒月光冷却 大家想一下 本来6秒 减了4秒之后 剩2秒了 哇 2秒超视剧的 超高伤害的单体打击 这个总伤害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说实话 他的伤害量 甚至不亚于宙斯 那个 真的不亚于宙斯的 宙斯是 那个雷击 对不对 那个雷击配合 那个精电厂 他打的伤害挺高 但这只是2秒钟一下 棒 棒 就这样一直对一个 单体敌人打 没有人受得了的 好 20级的时候 左侧还有一个 125月光伤害 那就基础伤害 就能达到恐怖的 425点 对不对 所以说 就光看这三层天赋 你加左右 左这么一加下来的话 每2秒一次 425基础伤害 还不算智力成长 跟装备的提升 对不对 然后超远的施法距离 这就已经看起来 非常非常恐怖了 然后到25级的时候 加一个 0.25秒的 月时月光眩晕 也就是大招 你大招的话 没打到一个敌人 只有一个0.25秒的眩晕 再配合这个 A杖 就是打法系路纳 肯定核心装置 就是这个A杖 这个A杖出了以后 它的效果是 使它这个大招 就是打击时间 产生的 就是时间缩短一半 也就是说 它这个大招的 输出翻倍 然后并且 对移除什么 打击次数上限 或者升级打击次数上限 就变得非常非常凉 因此法系路纳 在这个版本感觉 是可以出场的了 不像物理路纳 那么的疲软 它在很多时候 只要有等级 关键是等级 它跟物理路纳的理解 不一样 我之前应该做过 很多很多期 物理路纳的视频了 对不对 咱们来对比一下 两个英雄的区别 其实物理路纳 它就是简单来说 我在直播中 一直提到的那种 两个都需要的英雄 需要等级 需要装备 对不对 双需要的 如果你这个英雄 没有等级 没有装备的话 那么它这个英雄 就不厉害 但是法系路纳 比起物理路纳来说 优秀的点在哪 它参战的时机 或者参团的要求 其实降低了 像这个版本 它不是节奏 还是偏快的 然后它参团的要求 降低了 它就需要一个等级 只要有高的等级了 就会变得很屌很屌 对装备的需求 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作为一个 露娜来说 作为一个大哥来说 如果队友需要一个 物理输出的英雄 就像这一局 是一个中单的龙骑士 三号位的蚂蚁 然后其实讲到来说 我们的还有个蝙蝠 有蝙蝠打控制 龙骑打控制 冰打控制 我们的控制其实差不多了 然后物理输出 有蚂蚁龙骑打 然后法系输出 其实是有点薄弱的 大家发现 就是没有爆发 是不是爆发 有点稍微有点缺 这个英雄吧 他其实如果打法系露娜的话 其实确实需要队友的配合 第一控制得足 前排得足 然后第二的话 队伍中的物理输出 一定要有 因为这个游戏 打到后期了 物理输出至少有一个点 至少有一个点 然后如果缺爆发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尝试一下 法系露娜的打法 这就是基础的一个 框架型的一个理解 但是无论怎么样 作为一个大哥来说 刷的快 永远都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因此很多装备 其实还该出还是要出的 你就比如这个系带 对不对 系带它加工素嘛 追敏捷加工素 该出还是要出 不然的话 你刷钱太慢 刷钱慢就会导致两个嘛 第一升级慢嘛 升级慢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是你的一些 中期的关键装 比如像什么A杖啊 或者说是什么 会光呀 你像打法系露娜就有几个关键装 第一个就是这个会 那个就是这个会光嘛 对不对 这个会光它能加16的治理 然后加治理就加法杀嘛 然后能降低魔法损耗 跟8%的这个技能增强 然后如果你在后期的话 那把这个会光合成什么 会叶呀 或者说是散会都行啊 然后就能使得你的这个 整体的 魔法的输出量就会变得很高 然后第二个大 大核心装备就是A杖 A杖有了A杖之后呢 你的这个大招 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凶 吃过露娜A杖大的人 一定都懂我在说 然后最后一个 当然是这个BKB了 当然了就是说 你如果对方冲联很多 冲联很多 你没有办法在团人中 持续打魔法输出的话 BKB还是要有 没有的话就算了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考虑刷新球 考虑刷新球 用刷新球来代替这个 就是传统的物理输出 使得 因为它这个大招 只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打法系露娜 那这个问题就是大招CD太长了 大家看大招CD 140秒的大招CD 这个真空期确实确实太长了 跟鸣豪差不多了 所以说 刷新球可以说是 法系露娜后期的一个神装了 有了刷新球之后 可以保证每一波团战 你都可以说有大 都能把这个大招甩出来 不一定 不一定甩两个大 甩两个大真的好浪费 我感觉因为 在团战的时候 你对一片去甩一个大 敌人不死也残了 两个大真没必要 你可以保证你每一波都有大 这才是刷新球的一个 好 基本的东西讲完了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实战的一个 在实战中 他到底怎么打 因为前天对线的话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补刀嘛 然后 注意一个细节 由于这个技能 在前期来说伤害很高 你可以用他来 敲远程兵 比如说有一些远程兵 快被地方反补了 你可以用这个月光 把远程兵照到 不要让他们把远程兵反补了 注意这一个细节就行了 露娜对线其实比较弱 因为他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手短 大家看看这个攻击距离 就这个小绿圈 对不对 多小 很小一个绿圈 就这么大一个绿圈 所以他手比较短 然后攻击的话 只能靠这个 就是 就输出只能靠这个月光来打 因此 十分不推荐一个点 是什么 十分不推荐一个点 就是 不加月光 二三对点的这种露娜 他虽然说刷的快 但是会导致你 对线毫无威力 真的是对线毫无威力 就成了一个 队友要是不管你 你就毫无用处 然后呢 如果对面对线强一点的 可能队友都保不住 你这条路就要被打崩 所以说这个月光 该加还是要加的 不要为了 贪一点点的刷钱速度 让你们这条对线打崩了 这就很亏 你这样加的话 最起码你在小黑猫团战的时候 你是有一定的战力的 有一定的战力 对面打得非常非常凶残 然后一堆人追着我们吹 不过我被白牛锁定了 这回应该是死了 虚空跳出去了可爱心 跳过去了 对面不知道为什么 就对我的仇恨异常了 什么火枪啊 虚空白牛受亡 就轮番在下落轰炸 各种追着我吹 然后导致我前期发雨也是设法 但是没关系啊 就是出装 咱们来随便说一下 就是法系露娜的出装 尽量的还按照原来物理露娜出装的理解 因为刷的快嘛 你像我这出的草鞋 刷膝带 然后准备走封脸 因为对线我不想站了 因为对面有点伤心病狂 追着我锤 打了 我就简简单单的给大家介绍了 9分钟的这个露娜的 9到10分钟露娜的一个基础的理解 对面就抓着我锤 然后帮我连杀了三次了 这个对线够裂了吧 零杀三次对啊 然后对面打得太凶了 我不想再相战了 因为仇恨太高了 我就直接来打野来了 哎 兄弟盾的话不错 既然不准备看 就说咱们加点一点灵火 既然不准备战线了 那么月光这个技能 就不用点太高了 暂时不用点太高了 可以说呢 把这个月刃点个 两到三级 因为野怪 大家想想 在野地的野怪 一般来说就是 两个三个最多四个 对啊 除非那个小狗头 一加五个 但那小狗头很脆很脆 无所谓 所以说 你加到三级的时候 就有三个弹 三次的弹射次数 其实就完全够用了 因为呢 一个主目标弹三次 不就打四次吗 对不对 这就绝对够用了 六个就是满级的话 六个是什么 是打团战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小兵 召唤物加英雄 你要保证 你打第一个目标 还能打到后面 然后才有用 但是 我们打的是法系鲁娜 作为法系鲁娜来说 这个三技能 跟这个二技能 其实打到后期 就完全没用 就是个摆设 这个二技能几乎没用 因为你不A人 不靠普通攻击A人的 这个三技能的话 给队友加光滑 队友享受 自己来说无所谓 所以说 这个越刃 一般来说 加到两级或者三级 打也就绝对够用了 真的是绝对够用了 掉了个基因镜片 这个是好东西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因为是法系鲁娜 要是一般的话 我肯定就给兵女了 真的就可以兵女了 因为如果是物理 那就可以兵女了 打法系鲁娜的话 他加75的施法距离 其实还是可以给 说实话 还是可以给 因为他施法距离 其实已经足够远了 但是我压力大 对不对 你看这局 零杀三死 我压力大 毛了 毛了就毛了 不解释了 毛了 好 然后等一会儿 上路上路打起来了 上路打起来了 我七级 没有学大 算是有点逐流 但是这波好歹 我还有月光 呃 对面有五个人在 我们的龙骑士没有来 我只是想救一下队友 算了 然后队友 然后敌人说是 诶 等一下 我刚才刚才是怎么地了 怎么地了 我应该是 把tps掉了 应该是把tps掉了 本来应该是想 想那个 我想起来 这场也是直播的 我想起来 我直播当时说的话了 当时就说 第一反应是 想一个月光照那个虚空 但是想虚空会跳 然后s了一下 然后去打白牛 结果把自己的tps掉了 幸亏没去去了 我可能要死了 没关系 这个问题不大 现在是封脸到手了 有了封脸 我可以刷体很快了 这个版本 其实封脸对于收钱的 和输出的收益 还是蛮高的 因为他那个cd短 然后cd只有16秒 然后持续时间的话 有6秒 等于说你可以不停的开 不停的开 然后帮助你打钱 会让你打钱打得很快 然后这有几个小野怪 我不想开大招 因为这个野怪 一开大招的话 他可能会招出小骷髅 本来是有两个 再加上两个小骷髅 再加这个白牛 大招本来就打不了几下 一几大招 本来打不了几下 然后这样的话 分摊太多的伤害了 不太好 而且周围没有队友 不太好杀 然后继续刷钱 其实我个人打完这一场之后 我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打法系露娜的话 甚至什么可以出点击手 真的是甚至可以出点击手 因为我感觉法系露娜 对于等值的依赖 要比对于装备的依赖 要高得多得多 所以说 而且因为他不参战 不是他参战的时候 不往前顶 所以说肉装 什么基础战斗装 对他来说不重要 所以说我打完这场 我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 点击手也许更合适吧 不过出点击手 确实可能会被路人队友喷 所以就没出 但是如果你们开Lade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点击手 他毕竟有一个 这个1.85倍的经验值提升 然后帮助你升级还是不错的 会让你等级变得很高 露娜法系露娜最强势的时候 就是在20级的时候 20级的时候 就15级的时候就是小强势 20级的时候大强势 我的天 前期 前期也是非常非常惨 然后对面打的是风生水起 我这大哥不停的死 团战好像也打不赢 龙旗也倒了 冰女也倒了 蝙蝠拉了一个人 没有杀掉白虎 开了大招 没有粉 没有反饮 蚂蚁在输出打死了兽王 然后打了一波二环三 虚空可能死 可能死不掉 前期8比15 好在是 这边边幅也没了 那就二环四了 然后好在我们刷的比较快 然后经济其实并不落后很多 看一下等级 看经验 经验的话是 还是我们领先 其实这点就能看出 DOTA2这个游戏 为什么一直在做一些 游戏性的一些改变 就比如说助攻的金钱 助攻的经验的改变 因为DOTA2这个游戏 他进攻方式很亏很亏的 这个好脆啊 露娜确实好脆啊 这个双膝带 双膝带一个封联 封联一开跟纸一样 被A两下就死了 当时是看那个白牛 生一丝血了 先把那个白牛打死 前期好惨这个啊 前期零杀 零杀五死四助攻 是吧 你们要的劣势局啊 他来了是吧 特别劣势 这劣势劣势的姥姥加起来 9比18 自己说刚才那个一些小话题了 其实DOTA2这个游戏 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他不太鼓励进攻 因为进攻方 你看着比分 拉开的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就比如说什么 推掉外塔 空刀入山 视野压制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几点的话 其实 等级跟接约 都差不了多少 发现没 对不对 是不是差不了多少 而且对面是多人抱团干架 真的是多人抱团干架 经济一直拉不开 其实不是特别的 转从大局上来说 不是特别的转 笨拙于往 暗淡凶针 哎呦 掉东西还挺好 这两个东西笨拙用 暗淡凶针 好像给什么 冰女啊 蝙蝠啊 都不错 真的都不错 因为都是控制嘛 然后你像给蝙蝠的话 他可以泼油 泼油 把人往 就是开火 把人一拉 然后把人往住 冰女这个大招位置不错 继续追 二二一 差一秒 好 一个月光照死 突然来了个少王 我被这个虚空的时间膨胀打到了 这个时间膨胀其实挺恶心的 因为我的月光照不出来了 打野光继续刷钱 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装备 暗淡凶针和这个渔网 给冰女 或者给蝙蝠都行 他俩还爱谁谁要吧 这是什么 幽冥披金 这个装备其实不错 这个时候 我这个能加法伤的 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虽然说看起来不多的 加就是百分之二的磨啊抗性 百分之八的技能伤害 然后 呃 减三会甲 人说减三会甲不是负面效果 可是我说了 我这英雄在后期啊 就因为现在是前期嘛 前期打架的时候 你能平A就平A两下吧 打到后期了 我根本就不上去 所以说 敌人打我 很难打到我 你看这个慧光 慧光才加百分之八的技能伤害 这个加百分之八 再配合慧光的百分之八 两个加起来百分之十六了 这个这个 这个伤害量就很高很高了 我现在可以先不带 先挂在身上 因为我需要细带的刷钱 然后打到中后期了 然后那个 我就把它换过来了 白火王开大了 有真眼吗 喜欢我这个大招 打的是冰女 这回还行啊 打的是冰女 冰女死了 赶上打我 哎呦 好脆啊 这版本还是打肉一点的英雄 比较好 这个英雄确实有点脆 不应该上去 就不要上去A人 但是但是你看 看过来 现在其实十 就十五期之前的露娜 她跟之前的露娜 没有多少区别 就是个师法距离远 但是还是六秒CD 你不可能说 你照一下月光 就啥都不干了 就等会上OB 不太合适 还得上去打 然后虚空跳过来 一个大招我就没了 虚空也是一只 盯着我大 不安 小数 virgin有点 那儿 能不能说 我倒不滅 都可以 对 小灯 诀 绝 跳 继续刷陷阱双兽 然后打了个B甲 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亏钱的东西 我暂时就不要了 因为这两个膝带我是准备卖掉的 本来格子都不够了 准备卖掉的 刷出去就好远 然后大概还差一千块钱 我的A帐就好了 给点压力 然后给敌人点压力 看他把敌人一到两个人逼回来不 因为回来一个人我是不怕的 露娜这个英雄 其实最好不要去单守露娜的线 比如说露娜在线的时候 你不管是在哪一方面 单守她的话可能会出事 反正就开了那个加速 我就不想开大了 因为他开了那个加速之后 他的移速好快好快 然后的话我追不上空大了 就尴尬了 好继续刷 然后差一点点钱 A帐就好 有了A帐了可以去打第一波 临野长弓 这个看起来挺适合 但是其实没有用 因为我这个英雄是不上学A人的 就是在之后的团战是不A人的 所以说临野长弓对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 说下这个大招 大招本来如果没有A帐的时候 它的效果是这样子 就是你释放大招 是以你自身为中心 画一个圈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 最后范围675 它其实比较小 为什么刚才我不给白球开呢 就是因为最后范围比较小 是需要你凸到敌人脸上开大的 就跟飞机的那种感觉 飞机一级疼 比如飞机一级箱打到人 你得开什么BQB凸脸 然后把一级疼开开 其实露娜也是跟飞机挺像的一个C位 这个大招过去也是可以 站到敌人的阵营之中 因为它范围比较小 再开大 但是出了A帐的时候 它可以选择 就有几种选择的 第一是你选择自己 还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第二的话是你可以选择一片区域 直接笼罩这片区域 大招封锁这片区域 第三个的话是可以选择一个 有方英雄 以有方英雄为你 就像把这个大招 给你自己放一样 它是放到有方英雄身上 以有方英雄为一个圈 然后在他身边去照射这个月光 所以说你的月光释放的条件 就变得很安全很安全了 好 这时候我给队友说 我现在是A帐了 这波咱们可以考虑打一波 很强 然后这时候 我也把我的幽冥踢金 给拿上来了 下一件可以准备出一个 什么汇光之类的小道具 现在我现在特别着急 然后可以打一波架 打一波架打赢了就15了 或者说是如果不打的话 我就刷到15再打 因为15级的话 这个减4秒月光老虚真的好屌好屌 两秒的 直到15级就开始强势了 两秒的一次月光 然后300的伤害就很屌了 然后这边我不太敢去 因为我刚才看了虚空在那边露了个头 然后 有点慌 因为虚空一直盯着我大 我记得这场也是那个直播的时候 那个小试一下水 然后第一次打法西路达 我打路达这么多年 从来没打过法西路达 然后第一次试验了一下 然后就拿这场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心得 下路虚空是把大招放了 那下一波团我们是随便接的 就是说可以打得主动一点 这种信息 作为新手来说 一定要能捕捉到 但是 但是 但是尴尬就尴尬在 我们的龙骑士 好像不是 不是跟我们开黑的 我们是三人开黑 就是一个冰女蝙蝠 露娜 我们三个人开黑的 然后 龙骑士其实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节奏点 他要带我们打团推进 然后所以说他得带队 他要不动的话 我们就比较尴尬 要动起来 而露娜这个英雄的大招 尽量不要在杠壳的时候放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CD太长了 对不对 尤其是那种小规模杠壳 那就好尴尬好尴尬 你这样迷花大招 你会为了单杀一个剑 把迷花挑大 什么BQB挑大 全用了吗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小规模杠壳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月光不停的照 就行了 当月光激光炮打 大关团战的时候 然后一个打招清凉 至少打死两个人 就很赚 好 然后这时候 这时候我15级 第一波出击 这个月光现在开始发威了 只要给我一个视野 只要给我视野就行了 我就可以无限的照人 好 龙溪终于变龙了 带着我们推进 打尔塔 好 这时候你不要着急 你就给队友提供光环的 你看 这两个是推塔点 你是光环怪 要搞清自己的定位 是吧 要习惯这种改变 过去的话 肯定是 如果拿开着风链上去 就A塔去了 然后这时候 你给队友提供光环 就像1200码 可大可大了 对 虚空不动 我不动 虚空不动 白牛不动 我不动 然后只要看点人了再说 白牛一个月光 直接给他停车 白牛开大了 nice 这个白牛应该是已经死了 虚空跳上来 不要慌 不要慌 看一下队友的控制 队友没有控制的话 这个大招最好变速变照 拼你一个大招 再一道月光 好 就在后面 学会了没 这种感觉就跟打宙斯挺像的 就在后面 不停地放技能 其实总输入量是很高的 你看这个CD 你看这个CD 他中了就别跑了 好 他们三个人到了 然后大招扔下来 输出很高很高 直接造死了兽王 万军之中打死了兽王 这个火枪应该是要死了 不过蓝量好像 稍稍有一点点缺键 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 之前疯狂地在用这个月光 然后大招结束之后 蓝量就有点缺了 骑士剑 这个东西给蚂蚁或者给龙骑都可以 龙骑士 你的骑士剑 龙骑士 你的骑士剑 快专属 好的 然后把骑士剑给龙骑士 对 他这个打起来 就跟过去的 之前的那个物理动态 完全不一样 就跟宙斯了 对不对 站在后面碰你 碰你 碰你 两秒一个 两秒一个 这波开始打了25分钟了 其实他就有点大哥的那个感觉 就是真的就是跟大哥一样 对线的时候比较弱 中期需要刷 要等级 对不对 要一些基础的装备 当然他基础装备不是那么关键的 最重要是等级 但是你看到了15级之后 第一波团战 其实很威力很大了 大家能看到 只要我盯到一个人 那个人是跑不了了 两秒蹦一个月光 而且这个月光的 宣语时间还蛮长的 0.8秒的宣语时间 对不对 一罩一罩一罩 就伤害很高 你看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这个 会光之后 再配合一些 这里的成长 我的基础伤害量 就是总伤害量 已经达到了363.62了 如果是20级 一会儿再加个125 优光伤害的话 那个伤害量 真的好恐怖 相当于2秒500 2秒500 2秒500 你说跟宣词比一下 真的不逊于宣词 而且他团战的 那个大招的威势力 要比宣词高很多 因为宣词的话 他就是一个雷元 大招开视野 然后总持续输入很高 比宣词的爆发数 要高太多了 感觉 就这样照着行 对 只要有视野 他跑不了 前期虽然说 死得很惨 连死六次 但是呢 从你的等级高了之后 慢慢的团战 天平 就会向我这边倾斜 当然了 我说了 这是我第一次 这是直播的时候 第一次玩这个法系露娜 肯定有打的 不是很完善的地方 如果大家 有一些 法系露娜的老玩家 对这个英雄的 对这种打法的理解 很深刻 也欢迎在 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给我 传授一些心得 然后 让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边又打起来 我跟大家说 我有大 这波就算死龙西式了 都是能接的 露娜这个大招 A仗大 而且是三级了 我现在18级嘛 三级A仗大 真的是能够逆转战局的 不管多类的局 只要对方占位密集了 我们再配合一个控制 直接就翻盘了 所以说 我现在的底气还是很足的 就是不怕跟他打 你想来打 我就敢接 什么团 我就敢接 这个白牛 我找一下 看他往哪跑 他刚才是在 盯这个 盯这个蚂 也没有盯到 那么一个火枪 好像想去吃这个 其实我可以放大 但是我舍不得 我觉得吧 单杀一个人 把大招放了 有点亏 我后面好像有个虚空假面 我好欢 虚空假面 救 我还是跑脆啊 烦死了 我直接买活了 生气了 这个臭臭虚空 他就一直盯着我打 烦死了 我来了一个虚空 来了一个白牛 好像火枪也没死 三个人 但是队友没有跟下 只有一个白虎 我先照 越光跑 我来打死 能不能打死他 然后白火豪 临死先开了个大招 虚空当时杀 我连大招都没有开 好 两个人差不多了 大招一扔 好 直接双杀 这个就是 大招加一技能的威力 这个一技能输入好远 大招一技能 狩王跟白牛瞬间融化 两个肉 融化了 好 他们死了三个人 就剩火枪跟虚空 他们也肯定不敢接这个团 这种事物能接受 就是你一个大招 杀至少两个人 然后杀完了能推塔 这种大招是一定要放的 但是你说在野外很远的地方 为了杠克一个人 杀一个人把大招扔了 然后扔完以后 大家去回头刷钱 这种大招我觉得就不值得 像这种杀了人 哪怕杀一个 你杀完能推塔 这种是有进展性的进攻 这种东西就可以做 然后我站到龙骑后面 给龙骑提供攻击力 跟护甲光环 让龙骑的攻击力 跟护甲变得非常非常的高 打这个游戏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理解 理解 你像我对DOTA 理解这么深刻的人 第一次玩法系路上 就玩得这么好 真是太牛逼了 上路好像白牛冲了一个冰女 火枪也在 我大招70秒 我其实可以过来 这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不是特别依赖 大招了 为什么 因为我到20级了 这是我第二个大强势期 超高的单体技能输出 你看这一道月光 你看这一道月光 一下五分之一的血 一下五分之一的血 虽然你有 虽然你有那个什么 他有那个 他有那个什么 刃甲没关系 有刃甲没关系 直接照 可以可以 可以你救我 可以 可以 这波三杀 这个虚空 我得管一下 虚空烦死了 老顶着我打 但这波打完了之后 你能看着他这个输出 真的好高 好高 对不对 就两秒一个 照光靠这一个技能 打了一个三杀 就不是特别依赖 月时大招了 没有 你像过去打 打物理伦娜的时候 感觉就是有大招去参战 没有大招刷钱 是这种节奏 现在是只要你到20级了 你就瞎逼干 就是法西洛娜一旦到了20 瞎逼干 你是无敌的 输出量爆炸高 只不过这角色有个虚空 他盯着我大 有点针对我 如果没有这么针对的英雄的话 你通过拉扯 通过那种 就是施法距离增加的装备 然后可以让你变得特别厉害 比如说 我可以把甚至 甚至可以把这个 接镜片给队友 然后比如说给个蝙蝠 然后可以出个 以太之镜 其实特别安全 然后最后更一件飞鞋 然后他机动性变得很好 因为他这个法西洛娜就打拉扯 就是一边打一边拉扯 一边打一边拉扯的感觉 好 其实现在就已经成型了 对 现在就已经成型了 然后接下来要考虑的事情 无非就是 无非就是什么 就是随便刷点钱 出过刷英雄 但是那个东西太贵了 已经不算是主要的装备了 听说我就不着急了 可以适当的让一点钱给队友 然后反补一下队友 反补一下龙骑 反补一下蚂蚁 然后保证他们 保证我在打架的时候 他们能刷点钱 我可以带队打架了 现在 但是这个就是有点娱乐 因为确实真空期有点长 前期啥都干不了 因为你像物理英雄的话 我前期出了一些物理装备 肉装的 什么假腿 什么疯脸 大魔棒 然后什么细带 分身斧 BKB 我还可以冲阵打架 这玩意我就 直接帮第一件裸个A仗出来 在裸A仗出来之前 脆的跟纸一样 大家也看见了 对不对 真的是脆的跟纸一样 然后又没有战斗力 又不能A人 技能数量又低 所以说他真空期有点长 就是偏娱乐的一种英雄 但是一旦成型了 好屌 你看这个白牛 这个白牛 他动不了了 他真动不了了 你看人家怎么了 看人家我血多 我跟你说 我帮你打打打打 活活打死 只要让我看见 你别跑 刚才我看见 有个兽王在那 我有点烧烧点黄 但是我的队友从侧面包夹过来了 这个时候就被收拾过病了 你看队友在打盾 这个盾我是不打的 因为我已经 我已经不是一个战士了 我先是个法师 我有独特的打热山几招 你看这打热山盾开心 好 对我拿到了热山盾 白牛冲我了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慢慢地意识到了 我这个 我这个路纳其实才是他那种最重要的输出点 对不对 龙骑士的输出是很平缓的 咱们看蚂蚁的装备 蚂蚁的装备现在是 灰耀蚂蚁 灰耀林肯蚂蚁 烫燃蚂蚁 为什么打都这么非主流的 但是这些输出都是很平缓的 就我的输出是最爆炸最爆炸 团战第一时间一定要把我秒的 他秒不了我 团战打不赢 这一波好像我可能要死 我记得没错的话 有可能会死 我有点膨胀了 我这么走是吃大的 哈哈 大家这波不要学 这波不要学 这波是当时直播的时候 有点上头了 有点上头了 打得打不下随意了 成功了 带队打了一波团灭 这波大家不要学 这个是标准的负面教育 成型成型大哥 带队带队团灭 好真团灭了 盾也送了 白狐想射 传承剑也没射到 送了白狐一波暴走 真的是剧情跌宕起伏 没关系 咱们做教学视频 第一要注重教学性 第二要注重娱乐性 你看这局是教学性 舆论性都有了 然后从这一波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法系路纳真的不要往前顶 因为他自身真的好脆好脆 因为你们有宝贫装 你不像物理路纳的话 比如说你有什么 飞神斧 BKB 对不对 大推推 这都是物理路纳经常吹的 出的东西 你都有 这玩意是啥呀 就是一铁憨憨 被控到就死了 甚至被减速一下 你都可能会死 所以说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顶到前面 不然的话就刚才那个下场 我们的队伍会缺输出 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其实才是我们整个队伍中 输出最高最高的一个点 我一死队伍就没输出了 下一件我其实准备走零龙心 或者走刷新球都可以了 我继续 我继续 感谢观看 我来吃下这个锅 其实灰药蚂蚁真的不是特别的推荐 灰药蚂蚁之后要补个龙心 这是非常非常复古的打法了 灰药林肯出龙心的蚂蚁 这是当年我打Dota1的时候 大概有多少十年前吧 这真的是十年前蚂蚁的出装 等一下打起来了 龙骑士你坚持一下 我马上到我马上到 到了就能打赢 我跟队友说到了就能打赢 坚持 坚持好大招 笼罩片区域直接砸下来 炸死了白牛 白虎会不会炸死 白虎没有炸死 但是我用了月光直接收掉了白虎 这边还有个兽王 一道月光 两道月光 好然后第三道月光照下去 好一波三杀继续追着虚空打 虚空没有大招了 我其实是不怕他的 好这波的话对面把 那个虚空把大招放了 虽然是外边大招放了 但是龙骑士买回了 可惜龙骑把变龙开过了 龙骑士要是不开变龙的话 这波就上高应该能顶上去了 好冰有没有冰箱 没有冰箱到 没关系 这个虚空确实不好抓 因为虚空需要至少两个控制 你想杀虚空至少两个控制 火箱买活 25G了25G再加一个左侧的这个0.25秒月光眩晕 这个时候敌人就动不了了 等于说是你只要被照到就会 就会就会被打晕 然后不停的照不停的被打晕 就就很烦 好我跟了一个薛晶石 哎不是我是想看来我是想更零龙心的 不过那个慧光是和那个震魂石的时候直接合成一个薛晶 在这个游戏中 如果你合错东西了 前十秒是可以免费拆的 前十秒可以免费拆 然后十秒钟过后有一些东西就拆不了了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能减CD吗 这个减CD 本来大招刚才说的 大招最要命的地方就是 CD太长了 160多秒 120多秒 到底多少 我不管了 反正就是CD很长了 然后出个零龙心的话 就可以让你的大招CD变得很短 然后我的这个月 月是1.5秒一个 哇1.5秒 这真是月光机关炮 1.5秒一个月光 然后多少 总伤害多少 总上527.66 三秒钟打1000 对不对 三秒钟打1000 1000多的魔法伤害 你想想这什么概念 棒棒就1000 棒棒就1000 我的天 太吊了 法术棱镜 火枪掉的 那个法术棱镜要给我多好 啥都想要 好 这时候风链也可以退役了 哇 风链在扔的背包里面 其实可以卖掉了 别怕别怕 妈咪别怕 妈咪给个视野 给个视野就打赢了 给个视野就打赢了 好 白虎是吧 白虎是吧 白虎直接把妹可以避开了 他必须开BQB 不开BQ他要死了 然后把大招开了 有没有真眼什么的 真家眼什么的 给个视野给个视野 给个视野蚂蚁 然后我要注意往后缩 不要顶前面 要往后缩 但是虚空 虚空漏头了 不要放大 我只能在后面 不停地又月光照敌人 不要上去 我怕虚空打我 好 我给队友刷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锅开了 正面蚂蚁的话 大招开过了 虚空 应该他能把蚂蚁切掉 这个蚂蚁应该有龙心了 已经亏了 他烫死了 虚空要不要交大招呢 直接一个大招 好 直接双杀 毕竟是双大哥嘛 蚂蚁加虚空一个大招 照死两个 不可以 虚空的买货也得逼出来 因为虚空又放大 他应该会买货 把虚空买货逼出来了 赶紧后跑 虚空要是照我的队友的话 他就说现在打露娜的话 必须要出BTB 你不出BTB的话 就会被无限的照 无限照照到死 虚空一个大招 OK 好 继续照 1.5秒一个 1.5秒一个 他打不出输出来 你看这个虚空现在连输出 都打不出来了 因为他不停的被小眩晕 小眩晕 打到抬什么都抬不了 好 再一个月光 逼着他往后跳 不要追人啊 露娜不要追人 你能照到谁照到谁 就这样不停打就行了 总输入是很高很高的 反应一个月光停车 远程法系炮台 露娜永远都是炮台 要么是物理炮台 要么是法剧炮台 第一次这么打 感觉还挺开心的 就让我体会到了 不一样的乐趣 因为这波 这波是那个 虚空没有大招 然后瘦王没有大招 是根本不用怕的 所以说你可以适当的 来拆下塔 如果虚空有大的话 千万不要摸塔 因为虚空一定大 完了完了 我被时间膨胀了 这个时间膨胀 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难受的 蚂蚁怎么满血 满血原地大 紧张了 手抖了 操作失误了 我说我还有个大招 如果你们想反打的话 可以反打 但是蝙蝠跟龙骑 这两个先手点 他都死掉了 那就稳一波撤退吧 不过Luna30级到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天赋全开的话 剩下的天赋 什么攻速 全辱星 吸血 这些都是物理 物理类型的技能了 就是天赋了 所以说 他30级开全天赋 并没有那么关键 只要到了20级 其实就非常非常屌了 总的来说 就是先到15 迅速到15 甚至你可以毛输 好吧 就是在第一本输不要毛 第一本输的话 一定要给酱油 因为很多酱油 在第一个10分钟的时候 是到不了6级的 所以说一定要把第一本输给酱油 第二本输 20分钟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到15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第二本输 让Luna吃了的 他吃了到15了 可以迅速的参战 威力就很大 好 最后一件刷新球 有了这个刷新了 就无敌了 团战是不可能输的 第一波他们就算把BKB开 他们第一波上来 你不开 把BKB开了 你别放大就行了 然后他们BKB结束 你反手一个大招 你远远到OB就行了 就看 C 从头C到尾 有BKB的时候 BKB结束一个大招清场 愿买活 刷新 再一个大招清场 行 赢了 这时候我不知道 对面是不是开大的 寿王漏头了 寿王漏头了 他们应该是不准备打架的 因为寿王是他们很重要的 一个团战开起点 上路白鸟一楼 可能就安全 我觉得这个位置 有点小危险 要顶的话 也是蝙蝠龙漆顶前面 对对 我不能顶前面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站在后面OB 被虚空大了无数次 害怕 好 45分钟吧 维持 这时候刷新球的卷轴 也买过来了 我给队友说 我想去买个刷新球 你们能帮我开一下视野 我先顶一下吗 因为我看不到人 我也想害怕 蝙蝠骑士开了火 上去看一下视野 对吧 人都不见了 又是晚上 视野也不好 这时候不要乱动 白虎万一再开个大招 在没有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 一波小团灭 诶 是我刚才白虎射了一件 我有看错吗 我感觉好像 从哪个角度 有一根剑飞出去了 那是应该是 幻术师披风 骗人了 这边 给个大招 好 大招是先照死了 虚空 再照死瘦亡 又是一波双杀 继续往前顶 这个白虎 一到月光 留住白虎 给你开了大招 我有雷同心 有法术吸血 根本不怕 但是三叉剑 看不清楚 中了一剑 问题不大 好 我醒了 继续月光 直接照死了火枪手 白牛买活 飞出来 继续月光留人 这甚至是一个留人技能 好 配合马蚁 我们两个人的输出 足够把队人打团灭了 好 这波又是一波三杀 队友全买活 因为对面已经没有买活了 这波买活反打 就直接能取得比赛的胜利了 大家 其实从这场比赛 我觉得很有教学意义 对吧 一开始 就催得跟纸一样 上去就死 上去就死 然后打到换盘装备成型 关键是等级成型了 然后就变得能够主宰比赛了 只要你不死 团战是几乎不可能输的 这其实就是法系露娜的 所有的理解 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视频 能学到一种新的打法 能体会到不一样的刀刀乐趣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踹鼓枪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